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旅不开钱的频道 Nike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运动品牌之一 却是一个无法成为运动员的人创立的 他就是菲尔·奈特 奈特在认清自己没有成为运动员的天赋后 却无法设弃运动的热情 他下定决心,即使无法成为运动员 也想成为运动赛事的一份子 所以在1962年创建了Nike的前身,蓝带 把优秀的运动鞋带入美国 55年前,跑步不是全民风潮的悠闲运动 而是专业的运动项目 出外跑个3公里,是怪咖才会做的事 如今,Nike一年卖出数衣双慢跑鞋 你绝对无法想象刚成立时 它是个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领的公司 1938年,奈特出生于美国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祖父邦普·奈特是一名屠夫 而父亲比尔·奈特为了摆脱贫困 努力学习与工作,成为了律师 后来更成为了一名出版商 一直是奈特非常敬仰的对象 而他的母亲是家庭主妇 在陪伴奈特的成长过程中 又总是支持奈特的每一个想法与决定 甚至在他创业后当他的第一个顾客 因为有着双亲优秀的榜样 奈特非常勤奋努力考上俄勒冈大学 奈特非常热爱运动 他期许有一天也能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于是参加了校内的田径队 在他的教练比尔·鲍尔曼细心的训练下 成为了一名田径选手 但是他的成绩始终平平 奈特发现到他并没有运动的天赋 虽然很努力 但总是不够好 即便如此 奈特也没有放弃 仍然参与以及关心所有运动竞赛 以便想着未来是否能做一个与运动有关的生意 毕业以后 勤奋的奈特继续考取就读史丹福大学的商学院 欲学习更多商业的知识 而就在一堂谈论创业精神的课程时 奈特读到一篇研究文章 日本跑鞋有一天会主宰美国跑鞋市场 就像日本相机遍布相机市场一样 于是有一天 奈特在奥勒钢森林跑步时 忽然灵光乍现 开始认真思考一个有关制造鞋子的生意计划 于是决定飞去日本一趟 造仿制协商 大学毕业以后 24岁的奈特向他的父亲诉说 这趟日本考察的重要性 但父亲对此构想并不感兴趣 但他非常乐于让儿子出去看看世界 因为在当时1960年代初期 九成美国人没有搭过飞机 甚至很多人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州 环游世界更像是披头族或嬉皮士做的事 于是父亲出资50块美金 让奈特飞去日本考察他的生意 那一年九月 他和大学同学一同先到檀香山工作 贩卖百科全书等等来赚取足够的生活费 就在到达日本当地时 终于与制作运动鞋的 Onitsuka Taiga高层见到了面 但因为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他 奈特便向他们自称 这其实是美国鞋业进口商蓝带公司的代表 蓝带是他随口取的名字 而他想要安排一些样品寄回办公室 也就是他父母的家 在顺利完成拜访日本鞋场以后 回美国的途中 奈特也到欧洲旅行 其中到达雅典时 奈特看见巴特农神庙里 站着一位雅典娜女神 和一位名叫尼基 拉丁文字母撰写为Nike 即是胜利之一的胜利女神 雅典娜女神 这位尼基胜利女神弯腰的调整鞋子 这个景象给了奈特极大的启发 于是带着满满收获 结束一连串旅行回家 回到家乡以后 奈特一边在会计事务工作 一边靠着赚取的资金 来向Onitsuka Taiga订货 利用下班时 他就开着小火车 在运动会上贩卖运动鞋 很快的卖光第一批 共300双的运动鞋后 向银行贷款3000美元 再买下Onitsuka Taiga的第二批货 原本想将日本球鞋 上架其他运动用品店 但是店铺对奈特的鞋没有兴趣 因为在那个还没有慢跑行为的年代 一般人并不需要运动慢跑鞋 但奈特心中充满这样的理念 我相信跑步 我相信如果人们每天愿意走出家门 穿上这些跑鞋 跑上英里路 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于是在1964年 奈特与他大学田津教练比尔·鲍尔曼 各自出资500美元 创立了蓝带公司 正式成为Onitsuka Taiga运动鞋的 在美独家经销商 开启了最初的创业 曾经一同与奈特运动的大学朋友们 也纷纷加入销售团队 因此生意成长得很快 就在1966年 在圣塔摩尼卡 开了第一间蓝带零售店 而奈特的教练比尔·鲍尔曼 因为十分了解跑步的原理 于是将日本运动鞋重新设计 让它成为更适合美国人 大而后时的脚型 于是销量开始直线上升 隔年便获得了84,000美元的营收 但这对奈特来说 仍然不足以支付正值员工的薪水 于是29岁时 他改到波特兰州立大学 教授会计学 因为工作工时不长 因此拥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经营蓝带公司 尽管每年销售额都翻倍 但银行仍对奈特的公司不屑遗骨 因为流动资金是一个大问题 于是他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 即便后来有130万美元的销售额 蓝带公司仍只能勉强维持 因为银行仍然拒绝提供信用额度 而就在此时 奈特听闻 Onitsuka Tiger决定积极寻找 另一家新的美国经销商 来取代蓝带公司时 为了维持公司生机 奈特偷偷地在向生产 Editas鞋品的墨西哥工厂 进口了3000双足球鞋 聘用大学里 艺术系的学生 卡洛林·戴维森 花费35美金 请他设计一个选风标志的商标 并以当时 他在巴特农神庙 看见的希腊胜利女神Nike为名 成立一家新的Nike运动用品公司 Nike那个著名的宜沟商标 十分醒目 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 以及运动鞋和其他体育用品 应该具有的那种动力 象征力量和速度 在运动鞋行业 Nike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奈特和教练巴尔曼意识到 如果不能开发出 比现在产品更好的新产品 就根本没有希望提高市场占有率 而且到目前为止 美国鞋商生产出来的 还远比不上前联邦德国 Editas公司生产的鞋 1975年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教练巴尔曼在烘烤华夫饼的铁膜中 摆弄出一种尿丸橡胶 用它制成一种新型鞋底 在这种华夫饼式的鞋 装上小橡胶圆钉 使得这种鞋底的弹性 比市场上流行的其他鞋的弹性都强 这种看上去很简单的产品改进 成为奈特和教练巴尔曼事业的起点 1976年 Nike从前一年的830万美元猛增到了1400万美元 它像野火一样发展起来 公司为开发新样式跑鞋而花费巨资 在这些改进中 Nike 起点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Nike 起点是用来嵌入鞋根部的充气点 它是公司制协技术上的一张王牌 它能比泡沫海绵或橡胶保持更长时间的弹性 穿着舒适 平稳 1984年 Nike开始以广告代言人的策略 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 他与Jordan签订了一份五年合同 给Jordan的条件还包括赠与Nike的股票 以及前所未有的礼遇 在Nike运动鞋上使用Jordan的名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傻瓜才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个代言人而已 但奈特坚持这样做 Jordan对Nike的影响是巨大的 Jordan身上凝聚了活力 声望 高超的竞技水平 和令人振奋的体育精神 它的分量超过任何Nike理想中的标志 Nike借助Jordan创建了新品牌Air Jordan 生产五颜六色的篮球鞋和配套的运动服装 Air Jordan即使成功的广告 也是品牌战的胜利 在第一年销量就高达1亿美元 随后于1988年 奈特又把主意放在高龄80岁的长跑运动员 Wallstack出演他们的首支Just Do It系列广告 来传达信息给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人 事实证明 奈特平易近人的行销方式 让Nike在广告中脱颖而出 成为家喻户晓的运动品牌 距离奈特第一次飞去日本的探访 已经过了18年了 最终 Nike在纽约证交所正式上市 奈特、教练鲍尔曼及他的同事都成为了千万富翁 虽然富裕的奈特已经不再需要为钱忧愁 但是向来驱动他努力的不是金钱 而仅是一颗想要参与运动的心 而在他担任Nike足足40年的执行账岁月里 奈特也酿出了一句这样的心得 遇到阻碍时停下来也许是最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成功唯一的途径就是持续前进 即使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 也不能停下来 Nike凭借Just Do It这句口号 将它结合在Michael Jordan Coby Bryant Cristiano Ronaldo Serena Williams 及Roger Federer等代言运动员之上 成功打造出一个接一个的经典广告 也使Just Do It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字句 有了Nike你可以做很多事 不必质疑自己做就对了的品牌精神和生活态度 Just Do It这句广告标语创造于1987年 26年后仍然是全球广告指标 最后用奈特成对自己说的话来总结 Let everyone else call your idea crazy Just keep going, don't stop Don't even think about stopping until you get there And don't give much thought to where there is Whatever comes, just don't stop 好了,这一集的穷尸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小铃铛按下去就不会错过我们下条影片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